我們今天上第七課 第七課就是 前面兩節課我們都在上 簡單的卡邦檢定阿 T-Test阿 還有一些相關系數這樣子 那第七課我們要講資料分析 就是比較常用的最後兩個model 第一個model是廣義線性模式 包含這個 線性回歸還有邏輯式回歸 都是用廣義線性模式來做的 廣義線性模式的簡稱叫 它的全名叫 generalize the linear model GLM是它的簡稱 所以說在R裡面如果你要做它的話 你也是用GLM這個函數就可以了 首先一樣先把資料讀進來 這個資料跟前幾週的一模一樣 都是同一份資料 現在是第七課 我們要按廣播是不是 不好意思阿 剛剛沒有廣播 好 那我們把檔案讀進來 這份資料跟之前一模一樣 那我們現在下一步 要做的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這個GLM 廣義線性模式 那它就是做多個X對一個Y的預測 多個X對一個Y的預測 那這個X的形態可以是連續變相 可以是類別變相 這個隨便你 隨便什麼變相都可以 但這個Y Y也可以有非常多種種類 但比較常用的就是連續變相 或者是二元類別變相 那連續變相用的就是linear regression 二元類別變相用的就是logistic regression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連續變相要怎麼做 來看一下這團程式碼 這團程式碼最特別的是 首先齁 我們要先產生一個叫Formula Formula的一個物件 我們把它存成Formula1 那這個Formula有一個特別阿 就是跟那個前面那個 就是那個那個叫什麼 T-Test一樣 就是我們要用這個 那個choling這個符號 用choling這個符號 它的左邊是一變相 右邊是字變相 然後不同字變相 可以用加號把它加起來 好那我 當我打下factor這一個 我用factor然後括號某一個變相 那這意思就是這個變相是個類別變相 我要以類別變相的方式去 讓它進入model 好那我們來做一下 我們全部執行完來看一下結果 你可以看到 結果是 我們首先這個model裡面 有 這個拮据 然後 Diabetes SBP 然後Income有兩個 為什麼Income有兩個呢 因為Income被我們factor化了以後 因子化了以後 它是012 那這個0當reference 那1跟2它就有這個分別對應的係數 好所以說 這個 GLF這個函數的用法 就是 首先先把Formula寫下來 這個Formula用這個小老鼠 欸不是不是 就這個蚯蚓 用這個蚯蚓當作分格符號 去分格 Y跟X 那X中間呢 用加號去描述 那Y很遺憾的 只能夠一次放一個 這樣子 好然後 在豆點之後 Family這裡 Family這裡有非常多選項 選高斯 高斯 高斯就是常態分佈的意思 這個高斯就是現金回歸 我們可以用 我們可以查問號 然後來看他Family有多少種選項 在Family這裡 呃 點進來 你可以看到 Binomial 就是羅吉斯回歸 然後高斯嘛 還有Gamma回歸 Poison回歸 這些就是 欸 這邊有很多種選項 那我們不用 基本上常用就現金回歸 跟羅吉斯回歸 剩下的 可以 一樣可以用 但是比較少見 這樣子 然後 你現在打這些公式 他的 變相 他是哪一份Data的變相 你這邊就要告訴他 Data等於Data 所以GLM這個函數 長成就是這個樣子 做完之後 他就會告訴你 每一個 每一個 變相的回歸係數 好不好 那 每一個變相的回歸係數 出來了以後 我們注意一下 這個 result1 你問他class是什麼 欸 你發現他叫一個GLMLM的 這個物件 對不對 那 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其實你打下 result這一瞬間 你看到他長成這樣子 你應該就知道他是一個 S3class 對不對 那S3class 我們直接打他就是 呼叫print函數嘛 S3class的物件 當你打下class發現 他是你看不懂的 這個物件名稱的時候 其實也就在暗示他是 S3class S3class 經常 可以用summary這個函數 讓他產生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舉例來說 我們把result1 用summary這個函數 然後 令他轉變成另外一個物件 為什麼summary這個函數 是因為之前在教s3物件的時候 print跟summary可以 給某一個特定物件 你只要有先定義好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 出現你想要的效果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summary result1之後 變成result2 然後我們再看一次result2 這時候result2 是不是除了有回歸係數以外 標準物啊 然後 tvalue啊 tvalue就是點估計除以standard arrow 然後還有 tvalue相對的pvalue 也通通都有了嘛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 現在這個是不是就已經非常像 這個 你使用spss的完整報表 對不對 那這個完整報表 其實 這裡面還有非常多數字 包括什麼aic啊 這些 這些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殘差 殘差的這個便利 就是佔百分之幾啊 什麼這些 這些 這些其實都可以 從這裡找到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我們再問一次result2裡面 它是什麼屬性好了 它是一個summary.grm的這個class 好 那其實 你發現你看不懂它的屬性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是sumclass sumclass sumclass是list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ls這個函數 看一下result2裡面有什麼 result1 result2裡面有什麼 啊 是不是有非常多東西 這樣可以嗎 那當然你就可以一個一個試了啦 就要result2 然後我們這邊 aic 好 出來 3535 是不是就是在這裡 3535 這個aic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試了 我們有興趣的東西在哪裡 我們有興趣的東西是不是這裡 這個是我們有興趣的部分嘛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有興趣的部分 看起來像在哪裡 看起來是不是這個coefficient 係數嘛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 英文沒那麼好看不出來 你可以一個一個試啊 對不對 好看到了嗎 這是不是我們要的那個表格 這個都 這個 這是一個矩陣對不對 我們看class 好你看到這是一個矩陣 那個矩陣的話 你是不是告訴 矩陣這個是 你可以用所影函數找出 第一個raw 第二個colon 這樣是 那個拮据的standard arrow 對不對 好你看是不是叫出來了 所以 既然他的矩陣 是不是我們就會操作了 就我可以對他做任何 我有興趣的操作嘛 對不對 好 所以 在 繼續講這個result2之前喔 我們先講一下 這個formula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 這種方式來打 這種方式比較泛用一點 好注意一下喔 就是 首先我剛剛是用formula 對不對 我剛剛是用formula 去連接不同變相對y的預測 對不對 可是 你可不可以用其他方式來做 你可以看一下新的這種 打公式的方式喔 他是 首先我先把 data裡面的dibetis 把它轉換成factor 這樣他就被轉換成因子了嘛 對不對 那 接著incon也被我轉成因子 然後我要利用 dibetis sbp 跟incon去預測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 GLM 然後 data裡面的 EGF 這是我用 索引函數 把EGF 這一串項量給叫出來 對不對 然後你看喔 注意 小老鼠的右邊是什麼 是點 點是什麼意思 點是 後面data 所有的變相 我全用 這樣懂嗎 那我後面的data 我就只放dibetis sbp 跟incon 這樣子出來的結果 跟前面是一模一樣的 喔我還沒 我還沒 sfactor sfactor之後 這個incon1 incon2 這個就跟前面長一模一樣了 這樣可以吧 所以說 所以說 下面這種打法也是 這個 就是也是 這個 怎麼講 也是 另外一種 使用GLM的方式 那這種方式有什麼好處 比起上面有什麼好處 就是上面這裡啊 如果你 你並不是很容易就是 你如果要給別人輸入 假如說 哪一 就是 A變相 B變相 C變相 你是不是又要叫人家提供data 又要叫人家提供formula的樣子 是吧 就是如果你想要寫一個函數 讓它輸出的話 你是不是同時要它提供這兩個 可是下面這個你是不是就只要提供一個 因為 它只要提供data之後 我用點就可以說裡面有權用 對不對 它就不用再把那個公式寫那麼長 頂多再告訴你y是什麼 這樣就可以了 對吧 這樣 這兩個寫法 在給別人寫函數的時候差別很大 這樣可以齁 好 我們繼續 好 那當然啦 剛剛透過這個 LOS這個函數 我們已經發現了 result2裡面的coefficient 是一個我們想要的東西 這個矩陣裡面 有點估計 然後標準物 然後t-value還有p-value 這個他們相對的關係就是 點估計 跟標準物 是model算出來的 model算出來以後 這個t-value 就是點估計除以standard arrow 然後這個p-value 就是這個t-value相對應的p-value 這樣可以吧 好 好那 有了這個idea以後 我們可以拿來做什麼事情 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就是轉換 就是這個coefficient3 coefficient3是什麼 來我們來看一下 呃我們先把這個前面這一行 複製出來 coefficient coef 好這個coef 它等於result2裡面的coefficient 這是一個matrix對不對 它裡面的第三個 第三個colon 他第三個colon是不是 每一個變相的t-value 每一個變相的t-value 然後這裡有個函數叫pt pt這個函數 可以把t-value轉換成p-value 那 這是有點像我們查表的那個函數 好不好 查表其實 只是這個我們pt是用電腦幫我們查表 這個pt啊 我們先把這個變相 這個這個t-value先把它取絕對值 取完絕對值以後 我告訴他 我的degree of freedom 我的自由度是多少 這個自由度 是model的自由度 model的自由度是892 892在前面這裡 在哪裡 我看一下啊 好這裡 892 這是我們的自由度 至於這個892怎麼算出來的呢 我可以跟你講 總自由度是896 896就是樣本數-1 總自由度是這麼多 那那個 892是因為我們這裡用了四個 四個變相去預測它 包括 注意喔 一個類別變相 類別變相 如果你是三類 它就會佔掉兩個自由度 這個你知道 就是總共有四個係數嘛 這四個係數加上-1 所以總共897個樣本 現在剩下892個自由度 那這樣子 透過這種方式 有自由度 跟有這個 t value的絕對值 那把它 做這個 就是 右尾的分布 再乘2 就是雙尾減定嘛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獲得的myp value 注意這個myp value 就是 這個myp value 跟我們的coefficient裡面的第四個column 是不是長得一模一樣 我們可以利用oequal這個函數 去確定 這兩者是否相同 好它回到t 對不對 代表這兩串p value完全一樣 好 這邊其實是需要一些 統計背景 就是知道說 其實我們pt這個函數 就是在查t分布的表 這樣知道嗎 只是說 這個 就是 這個 就是自由度為800多的表 這樣子 然後它是 比較精確的精確值 好吧 它不是 差表我們通常只能 得到近四值 對不對 呃 至於pt這個函數怎麼算的 它主要是用積分算出來的 就是 因為那個t分布的函數 我們寫得出來 那你用積分就可以得到 曲線下面機 這樣子 好 那這裡需要 這邊就有一點難 pt這個函數其實是有點難懂的 那如果你懂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其實我們 在r裡面可以很輕鬆的查表 不管是正查反查都可以 從p value推z值 或是從z值推p value 這都可以 主要說 q q開頭的 就是 從p value求 統計值 那norm 代表的是 我要求的是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q的做法是 p值求z值這樣 那如果qt勒 就是我要用t分布 從p value求t值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qnorm 0.975 然後 你看到這個數字 接近1.96 你一定很有感覺 所以這個就是 我查 normal distribution 然後第97.5個分位數的地方 它的z值是多少 這樣可以吧 好我們繼續 那pnorm1.96 這個就是 從z值 去求p值 求出來 0.975 這樣可以吧 好 當然啦 這個是左尾的累積分布值 如果你需要 你需要 右尾的 那你就要 1減掉它 這樣可以吧 然後你通常我們做減定 雙回減定 嘛 所以是2乘語 然後括號 1減掉這個東西 好 開square q 開square 0.975 算出來的是5.02 好像不是3.84對不對 因為開square 是一個本來 如果0.95出來就是3.84了 那開square是一個那個就是 就是 常態分布的平方 df級就是幾個常態分布的平方 這樣子 的累加 所以 q 這個0.95 就會對應到原來這個975的這個平方 這樣子 好 P3.84 P CHISQ3.84 它出來就是0.95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說 就是這個 P啊Q啊這些轉換函數 你只要知道就好了啦 就是你看到不要覺得它陌生 然後如果你想要插表的時候 你可以利用這個 就是這些方法去插表 這樣子 好 接著 有了這個矩陣以後 coef 有了這個 欸 怎麼沒有出來 有了這個矩陣之後 我們希望 求得 95% 信賴區間 95% 信賴區間怎麼求咧 首先 我們可以先把這個 明跟 Standard Arror 全部都把它列出來 這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 明跟Standard Arror 明是這個 點估計 Standard Arror 接著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 M-Qt 0.975 其實我當然可以直接寫上 1.96 不過既然我們現在都已經會插表了 我們就用0.975去反查 T分布嘛 這樣我們得到的是精準值 對不對 這個 相對應的 這個 T分布的這個 T值 去乘以我們的S Standard Arror 對不對 就等於我們的CI Law CI的下界 CI的上界呢 就把減號感加號 我們就可以求得 CI的上界 這樣知道吧 好 兩個都求完之後 你可以利用 PEST0 跟FORMATC 這兩個函數 這兩個函數 我們在第五課的時候有教到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東西 把它省略成 三位小數 並且 有0的話 它就會補0 它0不會不見 好 所以我們可以 先透過FORMATC這個函數 把M CI Law CI UP 通通都變成 只有三位小數的這個 這個 只有三位小數的這個文字 然後並且 用PEST0 把 這三者把它貼在一起 等一下喔 好 把這三者貼在一起 這是不是就是我們 的 這個 95%形態區間 每一個係數的 95%形態區間 這樣可以吧 好 欸 剛剛那個你會了以後 你可以想一下 那我們剛剛是做線性回歸嘛 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做邏輯式回歸 邏輯式回歸怎麼做咧 來 看一下 剛剛這串程式碼 等一下我們做練習題的時候 就是要改它喔 我們來看一下新的 好 result3等於什麼咧 來看著我怎麼做的 我要預測 Desease Desease是一個二元變相 它只有0跟1 所以它的 然後小 這個 蚯蚓 然後點 點的意思就是後面 Data裡面的變相全用 對不對 好 然後 Family等於 Binomial 所以我現在做出來 是Logic Regression喔 你單看的時候 你幾乎看不出來 它有什麼差異 這樣可以吧 然後 接著你把它上面 好 你把它 Summary了以後 你會發現 幾乎也沒有什麼差異 唯一的差別就在這裡 Linear Regression用的是T分布 Logic Regression用的是Z分布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在轉換PValue的時候 注意不要忘記這個要改 有了這個以後 好 我們的這個 邏輯式回歸跟上面的線性回歸 差別在這兩點 哪兩點咧 第一個是 就是T減定跟Z減定的差別 好不好 第二個 是 邏輯式回歸 它比較不常用 斜率和95%CI做呈現 它比較常用 add ratio和它的95%CI做 這個 做這個呈現 那 斜率怎麼換成add ratio咧 斜率換成add ratio 就是直接exponential 就可以得到 add ratio了 exponential就是 EXP這個函數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們一樣先把 result4 裡面的 result4裡面的 coefficient把它求出來 這個現在 這個就是我們的 這個 就是 coefficient matrix 你的coefficient matrix 出來之後 同樣的 你可以透過 Z分布 的這個 pNORM 去 檢查一下 這個Z分布 的這個 Z值 跟我們的pValue 是不是一對一的對應 看一下我們的pValue 是不是跟我們的 這個 coefficient matrix 最後四個pValue 是完全一樣的 這樣可以吧 好下一步 當你做完這一步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要怎麼樣去計算 add ratio 跟它的信頼區間 好看一下怎麼算喔 首先 我們一樣要先把 先把 先把 min跟standard arrow 把它算出來 並且算出 這個 ci 這個 ci 了 跟ci up 這裡不可以用 qt 因為我現在是用 那個 logic regression 所以這邊應該是 QNORM 這個講義上面是錯的 這個df刪掉 QNORM 因為logic regression用的是 z分布 好 你把ci low跟ci up 都算出來以後 接著你就可以求add ratio add ratio 這個就是 跟前面的不太一樣 前面你算完這裡 m跟ci low還有ci up 你就可以去做 三位小數的捨去 然後就可以這個 就可以把它貼起來 對不對 現在在做這件事情之前 你要先把 min 經過 自函指數 轉換成 add ratio 然後 ci low跟ci up 一樣也要透過exponential 轉換成add ratio 這樣子 我們就獲得 add ratio版的 點估計 add ratio版的 下界 add ratio版的 上界 接著 你就一樣可以把它 列為三位小數 把它輸出 這樣子 好 所以一樣 format c這個函數 把這個 format c這個函數 把它這個標準化 標準化完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好 這是不是就是 我們要的 四個 係數的 這個 呃就是 點估計 跟標準差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練習題了 就是等一下當然首先是先熟練廣義線性模式的操作 linear regression 跟logic regression 分別怎麼做 好 但是 這個 學會了以後 我希望你可以把這兩個部分整合成一個函數 怎麼呢 使用者 這個函數要做什麼 首先 使用者隨意輸入一個e變項 和數個字變項進行運算 輸入的方式 可以以data的方式呈現 舉例來說y等於某一個向量 然後 x等於一個matrix 或者一個data frame 這樣知道嗎 有點像 剛剛我們後面這裡這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可以當作是x 進行輸入 這樣可以嗎 反正x進行輸入之後 你這邊打點 這個意思是一樣 就是後面全部用 對不對 好 接著 輸入完了以後 若使用者輸入了e變項為連續變項 則進行 現行輸入運算 那若使用者輸入了e變項為類別變項 則 去確認 是否只有0跟1兩個 就是兩種類別 如果是的話 就進行dodges regression運算 那 做完以後 請算出點估計及95%ci 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coefficient 是不是只有前面這些部分 我希望 你可以把後面的部分給加上去 就是你的報表 我只要這一份的報表 這樣懂嗎 這個報表的最右手邊的一個colon 希望是95%ci 點估計跟95%ci 在使用logistic regression的時候 看的是or和他95%ci 在使用linear regression的時候 看的是slope跟他95%ci 我們現在練習題就稍微做一下 應該不是非常難 這題的解答其實在剛剛貼過來的過程中都有了 關鍵就是在 我們有時候要使用 我們要首先讓使用者輸入一個e變項跟數個字變項 所以應該要用這個版本的程式碼來改 像這裡我們可以把這個部分 把它拉出來變成y y等於 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這樣子我們這裡是不是可以換成y了 好 那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換成x x等於這一串 所以這一大串也可以換成x了 對不對 好那現在關鍵只有一個 我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用binomial 什麼時候要用 那個高尋呢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當我們產生這個y以後啊 這個y 它是不是就長成0跟1 所以如果我們來做一個check 舉例來說 呃 c 這個 c0跟1 我們可以問一下 它有沒有0跟1以外的數字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y %in% 0跟1 那如果它全部都是true 呃 還有na 如果na的話我們也接受 好不好 na 如果它全部都是true 那代表 不是我們 就是 這個就是 全部都是 類別變相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加了驚嘆號 然後你可以 加了驚嘆號以後 我們問它which 如果它回傳給你是0 0代表 就是 inter個0就代表什麼都沒有嘛 對不對 你看如果你把y 換成data 等於說1gfr 好了 那你問它which 那就會遇到一大堆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 which 或者是 which 然後lan 那個它lan是多少 這樣子 或者你可以直接把它上起來 把它上起來 因為true就是 true就是1 force就是0 你把它上起來之後 問它是不是等於0 如果4等於0的話 代表它是一個 二元的binomial分佈 對吧 這樣可以嗎 二元的邏輯思維規 所以我們在這裡 可以給它一個 if 這個東西等於0 我們就用logic regression else 我們就使用 linear regression 這樣可以吧 那logic regression 的語法在哪裡 是不是就在這裡 我們把它貼下來 這是不是就是 logic regression 的語法 到最後這裡我們就可以得到那個 就是 得到我們的or跟ci 對不對 那linear regression的語法呢 是不是在這裡 從這裡開始 那當然 這個 formular這裡 formular這裡 我們要把它改成 這個 呃 把它改成這個 y開頭 然後點接 用點 然後data等於x 好 那這樣子 這樣做完 我們來試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試一下 現在desease的話 我們全部執行完 它給我的是不是 add ratio 這個是add ratio 這個都沒有 都沒有0以下 對不對 那我現在把 desease改成egfr 它是不是只有下面那條路 這樣可以嗎 當然這個還沒有結束 為什麼咧 因為 我們的這一串 我們希望是把它拼在 矩陣的右手邊 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拼呢 來 我們原來的矩陣是這個 coef 對不對 要怎麼樣 把它拼到它的右手邊 我們可以用 cbind cbind是用他人來bind 好 coef 然後data 然後這個 這一大串 這個就是我們ci的那個 對不對 好這樣我是不是貼到右邊去了 就貼到 往後 往右再貼了一個colum 這樣可以嗎 好這個東西 所以我要 我的new matrix new coef 它就等於這一串 cbind 這一串 好 那同樣的 我在這裡也是一樣喔 這裡 new coef 等於 但是這裡的 這裡改成這個 mor3 ci or3 up ci up or3 好 這樣有了new coef之後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new coef 它本身 這個第五個 第五個colum 是沒有名字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用columnance 好我們把第五個 給它強迫灌上 如果是線性回歸的話 我們就給它強迫灌上slope 然後 95.nci 如果是 logic regression的話 我們就強迫它最後一格是or 95.nci 好然後接著 在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希望 把這個new coef把它print出來 對不對 好我們再做一次 現在如果是egfr的話 我沒有 我沒有把new 這個print出來 好你現在看到的 是不是就是slope版本的 然後如果我們把它換desease disease 再做一次 好是不是你看到是or版本的 這樣可以吧 好那現在是不是可以把它打包成函數了 my function 等於 function xy 然後 把下面這一大串 全部貼到函數裡面來 好那這樣子 來我們是不是可以來試著做一下 我們把它 我們把它全部把它貼到這裡來 好我們把它清空 清空了以後我們全部執行 現在 現在右邊是不是出現 data跟my function 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一個data對不對 接著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這個my function 然後來輸入x跟y了 好 x等於 x就等於它好了 y就等於 data裡面的desease 好看到了嗎 現在就是or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它換成 我們把它換成 dbp好了 這是一個連續變相 好看到了嗎 它出現的就是slope 這樣可以吧 我們把 desease換成diabetes 喔 diabetes 已經在這裡已經有了 那這樣不太適合用diabetes 好沒關係 所以總之就是 我們 你應該發現的就是 我們現在my function 功能就很多啦 這個 有時候使用logic regression 有時候使用linear regression 自動化決定對不對 是不是跟我們之前那個 呃 就是 前幾節課教的那個 自動化決定 檢定方法的功能很像 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要的 好 那練習一結束之後 你應該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啊 剛剛在做incon 喔我現在這裡incon 沒有強迫它是那個 類變相 我應該 在這裡要給它 data incon 等於 xfactor 這個 data incon 好還有diabetes也是 好我們全部 做完之後 再執行一次 這個 主要對delice的這個預測 你發現了一件事情 incon 是不是有兩個 變相 那 呃 那這樣incon到底是顯著還不顯著 這個incon 第一個 1比上0 是0.89 2比上0 是-0.00 也小於0.001 這樣它到底有關還無關啊 一個有關一個無關嘛 對不對 呃 我們 所以我們 需要一個東西 叫整合的pvalue對不對 incon這個東西跟outcon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們可不可以把這兩個pvalue合併 合併 合併絕對不是相加除以2啦 好不好 絕對沒有這麼簡單 好 這個 合併啊 我們需要用到一個test 叫weighttest 這weighttest 它的 它的計算方法 嗯 有點 就是我們可能需要 我們可能需要寫一下黑板 這樣子 那 你們看一下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這weighttest 它是怎麼做的 好不好 欸 你們這樣看得到嘛 對不對 好 就是 以前我們在算z值的時候 我們算z值的時候怎麼算 z 它等於 這個 點估計 點估計我們現在用 我們用x好不好 x點估計 然後它除以 它通常要減掉0啦 好不好 減0我們就不寫了好不好 就是因為 就是它跟0比嘛 對不對 然後再除以standard arrow 對不對 是不是 這是我們求z值的時候用的嘛 對不對 好 求z值這樣用的話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那 我們今天的x 我們今天 如果要求z值 我們把它換成卡方值 是不是可以講成這樣子 卡方 等於 x的平方 再除以x的平方 可以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standard arrow的平方 可以齁 你們看得到嗎 你們我現在不知道在哪邊才不會檔到你們 好 下一個 這個東西 可不可以改成這樣 x的平方 再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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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s的 負二次方 可以吧 可以嗎 反而是除以 s的平方 改成乘 s的負二次方 這意思一樣嘛 這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對不對 好 有了這個idea以後 你就可以寫成矩陣式啦 這個東西可以怎麼改叻 你改成矩陣式 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變異數 共變異數矩陣 VCOV V 變異數 共變異數矩陣 VCOV 然後他負二 那個 因為這已經是變異數了 所以不用負二 就是 反矩陣 等一下我教你們怎麼 學我反矩陣啊 這個很簡單 好 接著 這個東西 我矩陣的乘法的話 這個有個x嘛 對不對 所以我一個x寫在前面 一個x寫在後面 這裡需要轉字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可能是 1乘上 1乘上n 這邊n是裡面有n個 n個 variable 這樣子 等一下你操作的時候 看了這個你就會知道 我在做什麼 你就會算出凱方值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 凱方值去對PValue 好 1乘上n 然後這個 VCOV 假設我現在有三個變相 這個確定就是n乘n嘛 對不對 然後最後這個矩陣就是n乘1 這樣子 這三個連成之後 出來的是一個 是一個1乘1的 就這樣一個卡方值 這個卡方值就可以去對P表了 這樣子 好 用了這個idea之後 你再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講義 不用照啦 等一下 等一下 看不到 等一下過去看就好了啦 好不好 來看一下我們怎麼做 好啦你想走過來拍也是可以啦 好不好 好所以 我們現在 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需要什麼東西 我們可不可以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語法喔 我們現在這個 Income不是有兩個嗎 對不對 然後 他的 X就是他的點估計 他的點估計在哪裡 他的點估計不難拿嘛 點估計在這裡 對吧 點估計就是這個 兩個這個係數對不對 如果我要找出他一點都不難 好 所以說 我現在 那他的變異數共變異數矩陣在哪裡 變異數共變異數矩陣是這一個 他裡面的 COV.Scale 好這個COV 就covarance啦 好不好 所以 COEF等於這個 然後VCOV 等於這一個 好這個VCOV 就是他的變異數共變異數矩陣 那 我需要Income 我需要算Income的話 就是這兩個 比上這四個 1 2 3 4 Income的這兩個 變異數共變異數矩陣 所以假設我的 我是想要一次減定 你一起減定 第四項跟第五項 我先把他全部貼下來 這樣比較好看 好 假設我想要減定第四項跟第五項 他們兩個是一起的 他們兩個是一起的 那 他的Degree of Freedom 就是他的長度 因為我現在一次減定兩個變相 所以他的長度是2 他的自由度就是2 這樣可以嗎 好 接著 首先我先把 COEF 他的兩個點估計找出來 他的兩個點估計 我是不是可以用 索引函數 Column 的索引函數是1 因為第一個Column 對不對 然後他的Variable 是第四個跟第五個 這兩個我要合在一起做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用Variable 和E 把我需要的 點估計 把它叫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在黑板上的X矩陣 這個是我們在黑板上的X矩陣 把它先轉至 T就是轉至矩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東西本來長這樣 他T了以後 長成這個樣子 是一個1乘2的矩陣 這樣可以嗎 接著 VCOV Variable Variable 這四個數字 就是這四個數字 這樣可以嗎 你看我們現在叫出來的就是這四個數字 這四個數字 我要用Solve這個函數 Solve這個函數是反矩陣 其實這個我們在第二課的時候都有教 只是你忘記了這樣子 好 乘上 矩陣的乘法是用%乘% 這個可以接受嗎 對不對 乘上他的反矩陣 再乘上 他的點估計 這樣我們產生出來的東西 就是CHISQ 我們的 卡方值 我們的卡方值 我們可以對卡方表嗎 對卡方表是使用PCHISQ 然後放入卡方值 Degree of Freedom 等於2 然後我們要右尾 然後我們就可以獲得我們的PV 這樣可以嗎 好 記住一下 為什麼 為什麼 Weight Test是這樣做的 他是怎麼推導出來的 很簡單嘛 對不對 因為第一個公式大家都可以理解 大家都可以接受 對不對 那一路推導下來 你發現他的矩陣是騎車場的這個樣子 這樣知道嗎 好 那我們繼續 好 你會算 Weight Test之後 我就希望你可以把它放進 剛剛我們這個函數裡面 剛剛我們這一個 MyTest這個函數 MyFunction這個函數 再做一次 X等於 這個 Data裡面的 Diabetes 然後這個 SBP 然後Income 然後Y等於 Data裡面的 Disease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出來的 是不是只有一個 這一個表 可是這個表有時候會有 兩個變相同時放在一起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 你同時可以給我兩張 兩個表 一個是 Summary的 這個 檢定 注意喔 這個Summary的檢定 SPSS也會跑給你 對不對 你們有跑過SPSS嗎 如果你們發現的話 他一次是給你們兩個表的 上面這個表跟下面這個表 在R裡面 要做出上面這個表 你需要用我剛剛的那個方法 好不好 你沒有辦法直接用那個 就是 你沒有辦法直接用那個 就是 你沒有辦法直接用 就是 他沒有辦法直接跑出來 他需要用我剛剛那種方法算 這樣子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表 他主要難度在哪裡 主要難度不是做出WebTest 主要難度是 我怎麼知道 我現在輸入的 第幾個變相 他是不是類別變相 那他又有幾個類別 對不對 因為他要有 超過兩個類別以上 舉例來說三個類別以上 他才需要做 合併啊 不然他就直接用那個值就好了 對吧 其實 直接用那個值也沒有那麼困難 我們也沒有那麼 你還是可以用WebTest 來得到直接那個值 舉例來說 現在我們的 這個 Diabetes 它的PValue是 0.127 對不對 Diabetes 是不是第二個Variable 第二個Variable 對不對 我全部的東西都不改喔 我就這樣子重新再做下來喔 欸 你看到的是這個 欸 怎麼可能 Diabetes 你看到的是 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的 COEF是 是舊的 你看到嗎 是不是跟這個數字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 WebTest 它是幾項都可以喔 它一項的時候 就剛剛好等於Z值 這樣懂的意思嗎 那 如果它超過 超過一項的時候 它一樣可以做 所以WebTest 是一個可擴充的這個 檢定法這樣子 好 所以你要做出來這一題的關鍵就是 你要 你要知道哪一個變相 是類別變相 並且 那個類別變相 是兩類 是兩類以上的話 超過兩類 它有幾類 這樣你才有辦法做出那個Summary Table 這樣知道吧 好 那我們來練習一下 要做這個東西之前喔 就是 呃 我們其實重點是 就是 我們要先知道我們丟進來這個Data 裡面有幾個類別變相 幾個連續變相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 我們要怎麼知道裡面有幾個連續變相 幾個連續變相 幾個連續變相 所以我們要X X等於這個 這個東西 然後 當你X等於它了以後 你現在看它 你現在看它的樣子 好它是不是可能 要怎麼 它是不是總共有三個變相 它三個變相 是怎麼樣去決定這個Data 有三個變相 是不是可以用N column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可以放出一個 我們現在可以放出一個 這個Weight Test Result 這Weight Test Result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形狀 這是一個3乘1的矩陣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產生一個Matrix 叫Weight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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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rix 好了 等於Matrix 然後 我們都先填0好了 然後 nRaw 等於 nColon x 然後 nColon 等於1 好這樣可以吧 然後 這樣的一個矩陣 產生完了以後 我們要填Colon跟RawName 它的Colon等於 等於 是不是等於 這個 Global PValue RawName Weight Test 等於 這個ColonName x 好我們全部做完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Weight Test Weight Matrix 是不是 數字還沒填 但是結果已經決定了 好 下一個問題是 那請問一下 我們一次要做幾個變相 我們 我們一次要做 幾個 我們要 第幾個Variable 我們要怎麼決定咧 我們可以這麼 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啊 就是 我們產生一個 呃 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裡面 我們先 產生一個 就是它的長度好了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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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等於 IP 然後我們一樣 重複0這個 重複1好了 因為至少都要 至少最少最少一個變相長度都是1嘛 對不對 重複這個 重複NX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 if 我們可以做一個迴圈 if i等於1的時候 if class x i 等於等於factor 如果它是factor 我才做檢查嘛 對不對 做什麼檢查咧 問它 欸 也不用做檢查 就這個 Length Length Var i 就等於 Length 然後Level 這個 這個組合我們已經 之前非常常用了嘛 對不對 xi 減1 為什麼咧 因為如果它兩類 我只要一個對不對 三類要兩個 所以是這個方式 所以有了這個idea之後 我們把factor 圈把它寫好 for i i in 1到 n colon x 這樣子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 是不是1 1 2 有了1 2之後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這個 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這個 就是這個matrix了 好不好 怎麼做咧 首先 我們在求到這個 求到Result2以後 我們下一步 我們會做 start start position 等於2 等於這個 2 那start position 等於2的時候 這個時候 欸 start position等於 等於1好了 因為第一個是結局 第一個是結局 我不要 然後 i等於 i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這個variables variables 這裡 就要給它寫成 這個 start position 加上 這個 1到 這個 lens var 這裡 然後並且在最後結束的時候 我們要把 這個start position 要再加上 等於 start position 加上 這個 最後我們用掉的 變數 變數數目 好我們這樣做的話 會有什麼效果 你看一下喔 我們中間先用警號把它去掉 注意現在在 i等於1的時候 我們的 我們的 variable 我們的 variables 是不是 2 那 i等於2的時候 我們的 variables 是不是 3 i等於3的時候 我們的 variables 是不是就4跟5 好所以這是不是我們要的順序了 好那我們當然我們這樣我們把警號取消掉 我們就可以把p value換成我們要填的這個web matrix 好 第i一個 然後第1個 一個colon 然後4圈 把它打包起來 來 好你再看一次 我們的做法 好全部從頭執行到尾喔 好這個 出來了 是不是這樣就出來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塞回我們的函數呢 首先這個web matrix是一定要的嘛 對不對 這web matrix我們把它塞到我們的函數裡 這不管你的這個 你的你是用 logic regression 還有linear regression 這web matrix 鐵定是要建的嘛 對不對 並且它變相的長度我們也是需要的 建完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 我們就可以在 結束的時候 就是 結束的時候把這個 就是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web matrix把它算出來 好在結束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這裡 好不過這裡 在這裡我用的是 REDOUTFOR 對不對 所以我這裡改REDOUTFOR 好然後在這裡 把web matrix把它弄出來 好那我 web matrix不是要直接匯出的 我的匯出方式應該在最後 我產生個list 這個list裡面的 web 這個list裡面就是web matrix web matrix 跟我們的new coef 跟我們的new coef 好 那我們現在重新 我們現在來這個清空 然後重新 重新執行一下這個程式 是嗎 好然後我們一樣 我們可以 用這個 我們可以找出這個 剛剛的那一串 my function 好my function這一串 你按下enter之後 你看到 第一個list 是不是就是 我們的global p-value 的這個 的這個 呃 就是我們的global p-value 然後第二個 然後我們如果 換一下egf啊 好這個時候 變成了這個 這個 這個 欸 那個 線性迴規 所以這邊就變slope了嘛 對不對 啊global p-value在這裡 好所以這樣子 這樣子我們就做出來嘛 看到我怎麼去處理 web test的部分了嗎 好這裡我們需要用到的 關鍵其實就是這裡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 每一個變 每一個 變相 我們到底要花掉幾個長度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確定的 第二個 需要創意的地方 是在這裡 start position 開始 等於1 這有沒有很像我們第四節課 在處理那個 呃 就是 我們每次都要減掉最後一個日期 但最後一個日期是會變動的那個感覺 這樣知道嗎 好 所以說 這個就是我們其實資料整理 寫這麼久 重點就是我們要產生 任意格式的這個資料型態 我們都有辦法做到 回圈通都可以做到 這樣懂嗎 好那我們來上 今天的最後一個小部分 今天最後一個小部分是 常用的這個多變量分析 除了linear regression logic regression之後 還有一個叫做 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那只剩這一個了這樣子 那這個 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你需要 使用一個套件叫 Survival這個套件 這 安裝套件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 複製這一串 就可以安裝 或者是 像上次一樣 從Package這裡 按Install 打出Survival 這個字 然後就可以把它安裝了 安裝完了以後 Library Survival 你就可以把這個套件給載入了 好我現在把它寫在語法最上面 Library Survival 好那接著呢 接著這個 Survival這個 Package 它就有它的說明文件嘛 對不對 它的說明文件可藏了 它說明文件有幾頁啊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161頁 好啦所以我們就不想看了 好不好 我們直接告訴你答案 哪一個 盤數可以幫助我們做 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好這個是使用Cox PH來做的 這個其實也蠻好記得 Cox嘛 COX就是他那個 David Cox的名字這樣子 P就是Proportional 然後H就是Hazard 所以Cox PH來進行分析 Cox PH怎麼來分析呢 來看一下 首先 看一下我們這一筆Data 我們這一筆Data 其實已經幫你準備好 一個叫Survival Time 一個叫DAS 這兩個變相 那我們怎麼用咧 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我們先把這個 我們首先我們的Y這裡 我們需要輸入一個叫TimeVariable 一個叫StateVariable 用Surv這個函數 把TimeVariable跟SurvivalVariable把它存起來 然後一樣小老鼠點 後面就是加這個 你要用它的變相 這樣可以吧 這個就是Cox Proportional 它的Model用法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 讓你可以看清楚一點 這樣做完之後 你產生了Result5 對不對 這個Result5 好像就我們要的東西了 就是有這些東西嘛 不過還不夠 如果你把Summary完之後 你把Summary完之後 你發現還有這個 Exponential Coefficient 這就是它的Ratio 好 那你要計算 首先你一樣先把 Summary之後的這個 Result6裡面的 Coefficient把它抓出來 抓出來之後 你看到 你抓到了什麼咧 你是不是抓到這些東西 你抓到這些東西以後 一樣 請你 這個是計算PValue 可以用買PValue 不過這個 這個我們就不算了 這一點都不重要 這個我們就複字貼上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我的Z值對應到我的PValue 一樣我可以用PNORM來給它 完全一樣 好 接著 計算95%ci Hara Ratio的做法 跟 Add Ratio一模一樣 這個Add Ratio跟Hara Ratio 都是 先計算完 點估計 下屆上屆之後 再把它Exponential 取得Hara Ratio 並且標準化輸出 好 這樣就會產生 跟Hara Ratio的 這個 點估計 加95% 現在的區間 把它全部算出來 好 那同樣的 WaveTest也可以用在 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上 唯一的差別在 這個 VCOV 它是把它存在 注意喔 我們的 我們本來是這個 Result6是我們 是Summary之後的結果 Summary之後的結果 才有這個 Coefficient Matrix 對不對 可是它的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是放在 沒有Summary之前的裡面喔 這個 Result5裡面才有 這個VCOV喔 所以我們要透過這種方式 VCOV等於 Result5裡面的 Variance 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同樣的 我們又可以做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一樣我們把 第三項跟第四項做合併 我們一樣可以 得到 Income的 整合PValue Global PValue 好 那 基本上 作業就要來了 作業就是 我希望 擴充函數二的功能 呃 我們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再給一個 參數 叫做TAN 如果它的TAN 我們這裡可以寫 TAN 等於NULL 然後你可以用 IsNONE 如果 TAN等於NONE的時候 這樣就是Default Default Default TAN 這個 那個物件是 NONE 你可以用 Is 點 NULL 來看一下 這個 東西是不是NONE 如果它是NONE 你就不要理它 就執行 Linear Regression 或 Logery Regression 如果它是一個Variable 你就執行 Cox Proportional 它的Model 這樣懂意思嗎 那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我們可以把 我們剛剛的函數在擴充 讓我們的Cox Proportional 它的Model 一樣也可以有個Summary 跟個Coefficient 但是 要注意一點 Cox Proportional 它的Model 因為不存在擷具項 因為不存在擷具項喔 所以我在做 Wave Test的時候 這個Stop Position 就要從1變成0 這樣知道吧 因為我沒有擷具項啊 我之前有擷具項 所以我從1開始 現在我沒有擷具項了 所以我要從0開始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就試著來看看 那我們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可能10分鐘就可以了 試一下 如果真的跟不上 就回家再做 沒有關係 前面的再複習一下 這樣子 看一下要怎麼把 Cox Proportional 整合進去 好 整合進去 首先我們一樣要把東西拉出來 這個拉出來就是 我們首先一樣要先把 這個XY跟這個 這個是X嘛 X等於這個 Y等於 Y等於 Death 然後我們這裡可以多一個 Time Variable Time等於這個 Survival Time 好 那有了 那這樣子之後 這樣我們全部再執行一次 那答案還是一模一樣嘛 對不對 好 那關鍵是這個 VCOV這裡怎麼處理呢 首先我們一樣要做 WayTest嘛 對不對 WayTest首先一樣先把 這個 X Variable的這個 就是 它的基本的這個 長度啊 什麼這些屬性把它抓出來 這完全一樣 一樣也是 E2 然後一樣也是這個 WayMatrix 一樣也是 WayTest SBP跟Income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現在有 VCOV 跟這個 COEF COEF在哪裡 COEF之後 下一步我們要做的事就是 跟前面這裡一樣嘛 跟前面這裡一樣嘛 好 差別只在 我們本來 START POSITION是1 後來現在因為沒有拮据了 所以要變0 所以我們這樣全部執行完之後 我們就發現 我們的這個 WayMatrix 全部都被填滿了 這樣可以吧 這就是我們要的 好 那我們要怎麼把它整合進 本來的函數咧 我們可以首先 WayTest這裡是一定要做的嘛 對不對 首先 If 1.0 t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要執行 Linear Regression 跟Logic Regression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這一大串 把它貼到這裡來 好 Else Else 就是我要執行 Cox Proportional Hard Model 我們就把 下面這一大串 從這個 從這個 Result 5這裡開始 全部把它貼下來 好 那當然啦 這個 這個 在這裡我們把這個 弄出來之後 並沒有New COEF 所以 我們在這裡要把New COEF 把它放過來 New COEF 等於 Combine COEF 和這一大串 好 那這樣子 這樣就是答案了 我們再清空一次 然後全部重做 清空 全部重做 好 現在是不是有兩個Function 一個是MyFunction 一個是Data 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MyFunction MyFunction 我們如果用X等於一樣 我們往上找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前面的MyFunction在哪裡 好 現在我們這樣子就是做Linear Regression 對不對 我們按下Enter 你看到了嗎 這個是Linear Regression的結果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 這個換成Desease 好 這是Linear Regression的結果 對不對 我們把它換Dex 這樣還是Linear Regression的結果 因為我們有給TimeVariable 但如果再給他Time等於Data裡面的Survival 好 這樣是不是就變成CoxProportionalHardModel的結果了 喔 我這裡忘記填那個 就是 ColorNand 好不好 我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 我本來是在這裡填的 ColorNand這裡 對不對 我可以在這裡 這個是HardRatio 好 這樣子就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全部再重新執行一次 然後我們再重新嘗試一次 這個CoxProportionalHardModel的版本 好 看到了嗎 這個HardRatio是不是就出來了 欸 第五個 喔 它總共長度是6 所以我要 我要把5桿6 這裡5要桿6 好 那我就不重新執行一次啦 這個答案就是這樣 好 那 接著 那我們今天的Color3到這裡 我們的 就是 其中或什麼啦 就是 如果你有興趣想做的話 你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我們常常做一個 我們看一下TableMaker好了 這樣比較 那個 idea TableMaker就是我們上次的那個 就是 上次這個 我們有教大家用的那個軟體嘛 對不對 那 到了MakerJongleTable Table1怎麼做 大家還記得 就是 選一個grouping variable 然後 左邊選一堆有的沒的變相 然後 按分析 那它就有 它就有這個Table1嘛 對不對 描述性統計 那如果 我剛剛意思就是 我剛剛已經教了 Table2就是你要做 Linear Regression Logical Regression 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那 我不是讓你把這個 這個網頁介面做出來喔 我們要的只是說 模仿它的功能對不對 就來說我想做 Cox Proportional Hara Model 它是不是給我 Survival Time 然後我這邊先選一堆變相 你可以看一下 然後 Star Analysis 它是不是可以看到 每一個變相 它的Hara Ratio 它的N值 跟它的PValue 對不對 好 最重要的是 如果每一個變相 都想共同調整 這三個變相好了 我再按下 Starter之後 你會看到 Crued的 跟Adjust 它的Hara Ratio 是什麼變化 這種表在Paper上面 非常非常常見 那如果你可以 做出一個函數 自己的函數 如果你懶得自己做一個函數 用TableMaker也可以啦 好不好 那個 如果你想要做出一個自己的函數 然後來做這件事 喔對了 忘了跟你們講 像這個PValue 這個PValue 就是WaveTest出來的結果 因為它有超過兩個變相 對不對 所以它這個 這個就是 WaveTest出來的結果 好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你就可以做這件事 自己寫函數有什麼好處 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些客製化的改變 那它 TableMaker可能沒有辦法幫你 可是你自己寫的函數 就有幫他解決 對不對 好 這樣懂嗎 好 所以說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課程 那我們 資料分析的課程 在到今天 就到一個總結 你們可以通知 還是想上課的同學 那個下一節課 又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這樣子 下一節課 那個 到目前為止 我們這個小Part 三節課 我們就會把所有統計方法通 都帶過這樣子 那有一些碩士班一年級的同學 一些統計方法 你們統計課還沒有學到 所以說 你們會覺得很困難跟不上 這個沒有關係 反正影片都有 之後再看這樣子 那 這個 從下一節課開始 下一節課 我們會花兩節課的時間 教你在R裡面畫圖 就是下兩節課 又是一個小Session 那 畫圖 我們不會畫太難的圖 就是 我們下兩節課畫圖都不會太難 那 下兩節課畫圖 在後面 就會比較難了 但是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這樣子 反正就是每次新的開始 跟前面的課程都沒有那麼有 絕對關聯性 這樣子 就是 看下一節課程會不會變多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到這裡 應該都沒有問題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就這樣子